被网友称为广州最牛钉子户 新秀的公路将他们家环形包围架在中间 一家老小住在不到80平米的房子里 据说当时给屋主的拆迁补偿是400万 但没谈拢 也有传闻称给1000万都没搬 屋主贪得无厌 无奈桥梁拐弯绕开了他 如今桥梁已建成通车 每天车来车往 让人对屋主的处境感到担忧 嘈杂的噪音也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于是这家人又后悔了 说愿意和政府继续协商 尽快还路于民 但桥都建完了 都花的钱都花了 现在说这话似乎已经为时已晚